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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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装满爱我的小礼像悲剧 说不清离还乱指尖真情 心情在纷乱的城市虚拟 喧嚣中何处站立 多是情 有是爱 都是母亲 爱的错 错得清 难听了你 思绪 被故事的纠结 叹息 开启了一片漣漪 有眼将侧迷 生而犹豫女 谁能逃避 公舍抵抵抵抵 放贷还不起 谁说容易 让爱让情 每天拥抱你 生命在阳光下 太美丽 生命在阳光下 太美丽 生命在阳光下 太美丽 豹柔异地在墙五万家 有佳 又可不少 心青山枝 又可不少 相思 字构多是梅的 抓不到你我就不相信 不是不是 毛总你你你这是干什么 给你的东西我不都给你了吗 这是 你还有脸说 你给我的东西 都是和赵海他们下的套 我把钱给你 就是为了这些没用的东西吗 你们 你们是不是串通了 你钱害我的吧 什么串通 什么下套 我不晓得的 你让我去偷资料 我该做的 我都做了 我们之间歇歇得了 了清了啊 清个屁 我毛锦峰没有那么容易 就要被人下套 走 不不不 你干什么了吗 对我不好的人 我不会让他好过 注意点啊 哎 走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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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 就是 你 你泼了点皮 姐夫让你来帮个忙 这个医院 他只收现金 去帮姐夫取点钱出来 记着 这个事 谁都不能说 姐夫 谁能下这么大的狠手啊 不知道 谁这么 得罪谁了呀 是他吧 肯定是毛景峰 别瞎想 不是我瞎想啊 姐夫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最近丁心如的公司 跟毛景峰的公司 算是杠上了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人都 就跟你什么事啊 你这完全是在替丁心如顶罪 你知道吗 那他呢 他为什么不来啊 他来也无拘于事 干嘛来 看着玄乎胡子 在把他吓着 什么叫无拘于事啊 你这个时候了 你还怕吓着他 那你这个要谁来关心你 他心疼过你吗 行 行 行 我说他 行 我说他 玲玲 等起完了前 你就回去吧 我真没事 你去 我不走 你哄我 我也不走 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身边需要人呢 行 我不走 你是别人家属吧 来签字 我问一下 他情况严重吗 流了挺多血的 不过暂时没什么大问题 留院观察一天 就可以回家了 谢谢 谢谢 你看 大夫都说没事吧 回去吧 没事 我不走 我说了 我今天哪儿也不去 我就待在这儿照顾你 把这个手放进去 怎么何先生 没来送您吗 我跟常盛逢 所属公司的老总 都已经谈好了 等我回来就可以签约 你提前把所有的资料 都准备好 好的 您放心 资料我都准备好了 做好 是 特别有 乱 都 准备了 今天 吴总您看 这次项目的计划您看你还满意吗 挺好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新如 上网看新闻了吗 真是坏事做绝 到了老天爷来收拾他们的时候了 毛景峰的公司出事了 银行不肯放贷 说他们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我知道了 这个结果我早就遇到到了 这就叫现世报 喂 在听吗 好像心不在焉啊 没有 就是这几天有点累了 少来了 你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吗 是不是因为何赵海啊 还说呢 他都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了 我说你啊 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 现在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了啊 这话你都说过恩变了 这个时候谁先太多放软 谁就得服软一辈子 一定要挺住 你的名人名言我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 我现在正和客户谈着呢 不跟你聊了啊 不惯了 何先生这两天来过公司吗 没有 还没有来 已经两天没有看见他了 我知道了 你通知销售部的人 三点钟一起开电话会议 姐夫 你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出院 你真是万年你倒下了 怎么办啊 你这乌鸦子 什么倒下倒下 你干嘛 我要倒下这家里你管吧 不是 我撑着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撑着啊 你看看就是嘛 我跟你说大姐夫现在在家里 绝对是顶梁柱子 怎么能倒下呢 大大小小时不都等大姐夫处理呢 是吧 跟你说了没事没事 不是没事 你看你现在的脸色那么难看 我不放心啊姐夫 告诉你没事就没事了 我自己还不辛苦吗 不是 要不这个样 你去哪呢 我现在送你 不用了 我去趟银行 把那个马卡里的钱取出来 取钱 你这个时候取什么钱去哟 这里边有事 等等回头再跟你说 你这 你先把我这个烧去 把我行李烧去 那你自己小心啊 好 这个时候取什么钱啊 昨天预约好了 妈 怎么了 赵海 你把存折给我带来 你现在要存折干什么呀 我有用 这会儿我不行 我在 我有事呢 那明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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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明天我也没空 你这样吧 妈 我等我有空我就去看你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正忙的 好好好 再见 那个全取出来 好的 请稍等 咱妈户头上所有的钱 我都取出来了 都在这儿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你好好保管 过几天有机会 姐夫 你干嘛把妈的钱放我这儿啊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我本来 是不想跟任何人讲这件事的 包括你 最主要的 我是怕妈知道这件事 任冬明跟我谈过了 她说捐身可以 但得要钱 什么 她任冬明她还是个人吗她 我告诉你姐夫 对于这种人 我们坚决不能妥协 她想拿走一分钱 门都没有 我看她怎么跟我妈张着口 你听我说 莉莉 现在这个天地严 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 都不是问题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 她得真的能给她妈捐这个事 如果她真做到了 就给她 她妈等着救命呢 还有 这个事得瞒着文慧跟妈 要不他们知道会伤心的 这事就这么着吧 把这钱收好了 好 那我回家 不行啊 你别回去 你在我这儿住下 你怎么又来了 就是又不长记性 你看 你别说 你又想多了 什么我不长记性啊 我让你从我这儿住下 我是不放心你 我担心你的身体 要不这样 你不从我这儿住 我跟你回宿舍 再说了 还有这么多钱 你放心啊 这万一有个小偷怎么办 我又不想多了 Jaggie 你今天的性质这么高 想到请我喝咖啡啦 冯姨 你看我回来这些日子 你一直挺照顾我的 我早就想请你吃个饭 说声谢谢 可是一直挺忙的 我知道你爸爸说了 公司里的事情你都要管着 你还要忙于你的公益事业 你是个大忙人 我爸就喜欢夸大棋子 你们这些孩子啊 就不值得做父母亲的口气 你爸爸又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给你找女朋友呢 薇姨啊 其实这次就不用你费心了 什么 有新情况 其实 我已经找到了 真的呀 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薇姨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好啊 你们发展这么快 已经可以公开了 知道没有 目前我正是叙事待发 我只知道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还没有展开全面的公式 但是我已经认定了 就是她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带你去看看 好啊 好啊 姐夫 该吃药了 谁啊 这么晚 谁啊 嗯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找到我这儿的啊 很意外吧 你也不请我进去坐一下 正好可以参观一下你的画展 等等 我这儿现在关门了 明天再来吧 杰克林 介绍一下吧 我向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朋友 舒莉莉小姐 谁啊 何兆海 来 洪小姐 何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还用问吗 傻瓜 都能看得明白 不不不 洪小姐 你可能误会了 有什么好误会的 就是这个世界太小了 每次都能让我碰上 你 别解释 你没资格跟我解释 要不是心如 我认识你是谁呀 你根本就没资格跟我说话 谁要跟你解释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里面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现在的女孩 真是让我打开眼界啊 杰克 这就是你喜欢的女孩 深更半夜的 跟自己的姐夫混在一起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你把话说清楚了 谁跟我姐夫混在一起了 你说清楚了 还不清楚吗 不不不洪小姐 在试试没有调查之前 你不要乱说话 你这样说话太不负责任了吧 责任 你也知道这两个字 真是天大的笑话 心如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男人 你对得起他吗 亏他还全心全意地对你 我从来没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行了 姐夫 不要给他解释了 大半夜呢 莫名其妙地闯上门来大喊大叫 简单就是个托夫嘛 托夫 你骂谁呀 我骂你呢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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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爷 你走 Ja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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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Jacky Jacky 给心如打个电话 让他看看清楚 这个何兆海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黄姨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你先不要打这个电话 还要怎么清楚啊 是个人用脚指头都能想明白 深更半夜的一个男人 和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在一起 还能干什么 你敢说他们俩没事 或许他们两个真没发生什么 你们一个个的都是猪脑子啊 碰到感情问题都这么弱智啊 欣如这样你也这样 真是气死我了 怪不得这个何兆海 这几天躲着不见人 原来 他们早就住在一起了 上次我都拿手机拍到过了 我早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呢 要我看啊 不是她带着Jacky来的 是Jacky啊 带着她来的 Jacky带着她来 脑子进水了 带着老女人来我这儿 Jacky 可能喜欢上你了 喜欢我 姐夫 你刚才不是看见那个Jacky了吗 那完全就是一个高富帅的二代资本家 像她这样的男人 身边的女人不断 怎么可能喜欢我 你瞎说 我没瞎说 真是这样 那她要喜欢我她自己来就好了呀 她干吗带那个又老又丑又又烦人的女人来呀 你消消气吧 我和洪飞本来就有过气 这下全死破了 以后怎么出国 姐夫 你为什么这么委屈求全呀 啊 为什么呀 我 你是不是又头晕了 我来 下口口水 下口口水 缓一下缓一下 疼得厉害吗 好 我在回来路上了 那边的事情已经谈妥 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听不听我的话我都无所谓 反正事事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 你要是不相信你就过来看看 你要是亲眼看到她的相好 你就死心了 你说什么呢 雷雷啊 我觉得我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我还是走吧 姐夫 你不能走 人家这么一来闹你就走了 那本来没什么事呢 你这么一走那不就有事了吗 好 文慧啊 大姐夫 周明不见了 他留 他留下字条就消失了 那你等着 我跟那个丽丽马上就到啊 怎么了 姐夫 任农明跑了 咱俩去趟我回家 等等等等 姐夫 你在我这儿休息 我去 没事 我没事的 你真的行吗 行 文慧还等着呢 走吧 走吧 杏如 现在相信了吧 他们可是出双入队的 我没瞎说吧 你回来了 你在哪呢 我在外头呢 办事呢 你一个人吗 一个人 一个人 那 我们俩现在见个面吧 我想你了 我现在有急事 我不跟你说了 回头咱再联系 好 再见 人家 可是连敷衍你的话 都懒得跟你说 看那样子 他们早就住在一起 这可能有什么误会吧 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啊 他就是 脚踏两只船 好了 杏如 别难过了 为这种男人布置他 大姐夫 你什么事啊 你说 周明会不会因为 害怕给妈捐肾 所以跑了 那你说 他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一走不回来了 他跑哪儿去啊 他钱还没拿到手了 跑哪儿啊 他 没事 什么钱啊 莉莉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我会 没事 什么 没事 什么没事啊 姐夫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瞒着 二姐 任周明去找大姐夫要钱了 要的是给咱妈捐肾的那个钱 不会的 不会的 周明说过他不要妈的钱 而且这阵子周明已经变好了 他不会这样的 周明 你回来了 来来来 看吧 我就说 周明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周明 你去哪儿了 急死我了 还有 那个纸条是什么意思啊 都来了 我写那个字条只有一个目的 大姐夫 就是想让你着急 终于沉不住气了是吧 大姐夫 不是我沉不住气 现在情况真的很紧急 狗急了还跳墙了呢 何况你 我现在一句话两句话跟你也讲不清楚 你说我们俩上次谈了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你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我没办法只能使出这招即将法了 你说什么呢 啊 你真的找大姐夫谈了 你真的要了妈的钱了吗 任重明 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 你说你都改了 可是你这样子还是不是人呢 我怎么不是人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哇啦哇啦大呼小叫的 那我不是人 我为了谁啊我不是人 行 我就不是人了 我现在只认钱好了吗 你还打我 行行行 打我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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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走开 任重明 别在我们会面前大呼小叫的 她现在孕妇知道不 打你应该的 怎么了 你们凭什么对我这样啊 你们根本不懂我的良苦用心 凭什么对我大呼小叫的又打又骂 我现在要钱一点错都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 我不光是想救了 我还要考虑文慧母子将来的甄嬛 要钱怎么了 真是的 真是的 在你们心里 根本就看不起我 我不是人 我是混蛋 行 今天我就把话放到桌面上讲出来 不给我权我就不见这个事 妈的死活 我管不着 你再说一次 妈的死活 我管不着 任重明 你知道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吗 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任重明 我到今天才清清楚楚地看见你这个人 你混蛋 你没有资格当爸爸 你没有资格天孩子 没资格就没资格 我混蛋就我混蛋 反正现在我只想要钱 大姐夫你听明白了吧 我要钱 你竟然说出这种话 难道我们连一点夫妻情分都没有了吗 你只要钱 你只要钱 好 要钱可以我们离婚 离就离 你 你现在给我钱我马上走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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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重明 钱我会给你的 现在 走 出去 大姐夫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钱 你给我个时间 做完手术就给 我来不及的 我真的急用呢 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好 我相信你 我跟主男人完全没必要生气 你看你这样上身体 生气又上身体 是不是 姐你开开门啊 文卉 文卉把门开开 文卉 姐 姐 略略 略略 你晚上在这陪着她了 希望你别出什么事 有事给我打电报 好 姐夫你小心啊 姐 先开开门行不行 你少喝点 连她也会来骗我 我看呢 她一直都在骗你 或许根本就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没用了 刚才为什么不当面抓住他们呢 憑我没有这个勇气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这个何昭海对你的伤害 比上次毛景峰对你的伤害更严重 我都心疼死了 我都心疼死了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办 难道 就这么陷下去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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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的小姐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跟心如说话 请你让我跟心如讲话好吗 她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张海 你是想跟我解释是吗 只要你明天愿意出现在我面前 你跟我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误会 我就全部都相信 喂 喂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的视频 有电话已关注 嗯 怎么了 一大早下丢了魂似的 跟周明吵架了 其实这孩子就是爱点财 本质是不坏的 你看 你听说我跟 我跟他的圣配对 人家那个笑声劲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人家为我们家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给人家一点钱 也不算什么 妈 您别担心 我们没吵架 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 我 有点恶心 喂 姐 怎么了 你别怕 有我们在呢 你们家怎么回事啊 来捐赏的家属呢 还没来做数钱检查呢 嗯 文慧 文慧 平复下情绪 别让妈担心啊 怎么了 周明怎么还没来啊 周明他临时有点事 他应该马上就过来了 马上到 您别着急啊 妈 我跟赵海约了见面 你非要跟着来 瞎错什么热闹 我倒是不想来的 可我怕你脑子一热 又要上当受骗了 我必须得定着 绝不让何赵海 再次把你骗到手 我始终 还是相信他的 大姐夫 我觉得仁忠民那儿有问题 出来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